为了遏止外劳跳槽的增长趋势 政府和劳资三方再度讨论是否应该进一步落实外雇过冷和制度 此方提出不管外雇是被合理解雇还是不合理解雇 也要离开澳门半年后才能再申请来澳工作 但一些特殊情况就可以例外 其他的情况基于人力资源办公室的批准 以及基于出入警示部厅的批准 这个条件下都可以继续在澳门替另外一个雇主 从事相同职种的工作 而政府早前就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如果外雇转座同意工种的工作就不用过冷和 此方同意但劳方还没有表达立场 另外社会协调常设委员会也讨论了非全职工作制度 劳方建议每周工作少于四天 工作时数少于24小时 劳动关系不超过六个月就是非全职工作 但资方则认为每四周连续工作不超过192个小时 才是非全职工作 无论是兼职的定义或是员工的保障 劳资双方都意见分歧 劳方认为兼职跟全职应享有同等的基本保障 但资方不认同 由于劳资双方都不肯让步 政府最快会在年底会制定框架让公众讨论 二位是谢娜娜王红军澳门报道 都不肯让公众讨论